中国政府试图摧毁消灭东途杰斯坦的维瓦人及其他突厥与穆斯林 据称中国入侵者在占领的新疆维瓦自治区东途杰斯坦有可能使用了毒气 5月28日新疆维瓦自治区东途杰斯坦南疆地区社交媒体和照相爱好者的影像照片 记录了当时的气象变化 晴天白日突然变成一片漆黑 空气严重污染 能见度很低 有可能给当地居民身体造成危害 外界怀疑中国政府在新疆维瓦自治区东途杰斯坦某个地方进行了不可告人的爆炸物试验 东途杰斯坦人民对此感到人心惶惶惊慌失措 伊斯兰教规定摘月期间 除患病者 年迈体弱者 幼儿及普鲁妻妻妇女外 成年穆斯林从黎明到日落期间不饮不食不娱乐 直到太阳西城方可进食餐饮 未知开斋 在中国入侵者镇领的新疆维瓦自治区东途杰斯坦各地每天日出及日落时间不同 地方政府向每一个驻扎在穆斯林家中的汉族干部派发一张分斋和开斋时间表 例证让穆斯林人员在早晨分斋起始时间后进食 学生必须在学校用餐 乡村及社区安排集体聚餐等 设法不让分斋 当地政府特别要求穆斯林餐饮业在摘月期间不准停业和 发现穆斯林人员分斋将受到严厉处罚 甚至送往所谓政治教育培训中心 北大领导者穆罕默德·艾明·布拉格的侄子 86岁高龄的阿比拉提·马克森姆被中共政府抓捕入狱后 于2017年11月在狱中不明原因死去 当地政府将这一消息封锁隐瞒了数月 在其家人的不断询问下才告知其死讯 阿布拉提·马克森姆是东途捷斯坦著名宗教人士 我们为其祈祷 据法国《斐加罗报》5月28日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宇当日上午在埃利斯宫接见了 在巴黎永旧坠楼小孩的英雄马姆德·贾沙玛 并宣布给予法国公民的身份作为奖励 同时邀请他加入巴黎当地的消防队 无线新闻5月29日报道 民间组织在比利时举行的特别活动 希望唤起外界关注巴黎斯坦人的状况 在波罗塞亚欧洲理事会大楼附近 组织展示了4500对鞋子 象征着过去的10年 在巴以冲突中遇难的巴黎斯坦人 发起人表示这些鞋子是由欧洲收集 目的是让欧盟知道 欧洲同样关注巴黎斯坦人在加沙的情况 自3月底以来 在加沙示威的巴黎斯坦人 每周都有过百人丧生 克里姆林公新闻发言人 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 北约组织在俄罗斯边境的扩张 不利于安全和稳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